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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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先生 您看要不让他先回去备课 咱们到我办公室 沏上茶慢慢聊 好吗 我哪儿都不去 就坐这儿等警察来了再聊 陈老师 咱们是从事教育行业的 也是文化人 怎么跟社会小青年似的 还跟人动手 社会小青年可不背着锅 现在的社会小青年文明得很 红灯都不闯一个 像这种一言不合就动手的 开天辟地 我还是见得头一个 通到哪儿没有啊 没事 没事 吓着了吧 不是 谁先动的手啊 他说我无人子弟 还说让我养猪去 是不是无人子弟 你心里没说吗 但凡是一个基本合格的老师 都不会恶意贬低自己的学生 尤其还是当着孩子的面 陈老师 我女儿电话里都跟我说了 可能因为你还没结婚 不大能体会做父母的心情 我们爸爸平时脾气很好的 但是脾气再好的人 都不大能接受别人贬低自己的孩子 没办法 这是做父母的天性 是是是 这回肯定都是我们的错 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 不管怎么样 都不应该动手 对 所以咱们还是这个 以和为贵 是吧 不过陈老师啊 我作为家长呢 还是想表达一点小小的疑惑 照理说 你应该也是专业师范院校毕业的 基本的儿童心理关照意识 应该是有的 还是说 你其实还没来得及 考下来教师资格证呢 不不不 不会的 我们择数是正规机构 所有的老师也都是正规渠道聘用 证照 都是齐全的 这个话不好乱讲的 是吗 在我个人看来 见义而知秋 这件事情 本身就反映更深层子的问题了 崔经理 择数是行业的老大没错 但是如果只看成绩分数 吸引家长砸钱 对这么小的孩子 上丛林法则粗暴填压 对身心健康根本不在乎 那是绝对不行的 孩子是什么 孩子不是流水作业上的产品 是活生生的人 是每个家庭美醉父母 捧在手心的宝贝 我们爸爸人实诚 今天就直接提出来了 别的家长不讲话 也不代表心里就没意见 这个 您有数的吧 buz teams 陈老师 不是 对不起啊 站起来 对不起 我刚才冲动了 我也冲动了 我也跟你陪图吃 对不起 刚才动手的事可以翻篇不停 但我觉得